在西藏,藏坦的编织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以形式独特,色彩艳丽,地域特色鲜明,而文明侠耳 对于尼伯尔籍藏包刺旦来说 藏坦对它有着养育之恩,也为此倾注了数十年 经常我给朋友们讲一下 这是我的大儿子,比儿子比重要 他养我了,就这么说 然后他给我一个评带,接受我自己 刺旦祖籍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 涅拉穆县,他从八岁起便在尼伯尔求学念书 1989年,17岁的他受父辈影响,开始做藏坦生意 从作为中介人,卖羊毛,毛线起家 到成为尼伯尔知名的青年企业家 刺旦拥有最难忘而珍贵的三十多年藏坦人生 在尼伯尔期间,刺旦的藏坦远消欧美多国 也带动了尼伯尔当地就业增收 刺旦在尼伯尔的生活,事业,真正日上时 落叶归根的愿望越加强烈 2004年,刺旦带着他经营了十几年的藏坦产业 义无反顾地从加德满都迁回 在故乡发展民族产业 赞坦这块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左右 然后我是出国羊毛,出国的你不要去 出国羊毛这块呢 有三千五到四千左右,也是每年都有 刺旦介绍,他的企业作为拉萨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投产初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一路发展顺畅 如今,企业已成为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手工藏坦、哈达等专业生产企业 产品远销海外多国 刺旦在拉萨17年间清历了西藏的巨变 刺旦说他抓住了时代发展机遇 对此,世界各地的朋友羡慕不已 我出国的那个39个国家里面有朋友嘛 他们都说,哎呀,你们的那个西藏的发展那么快走,没想到 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 刺旦推出的藏坦不再拘泥于传统 他把藏坦的配色拓展到一千多种 并聘请国外专业的设计师团队 将民族元素与当地流行文化结合 给传统藏坦赋予国际范的时尚与审美 当前,刺旦正在筹划建一座藏坦博物馆 将他多年收集的百余块老藏坦展出 并展示藏坦制作过程和记忆 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藏坦的历史和文化 刺旦说,自己早已把拉萨当作了故乡 他希望藏坦产业越做越大 能够温暖更多人的家庭 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 你过生日,这个蛋糕一季 翻了,那多舒服,对吧 你一个人吃,那心里不是我 对吧,所以包括藏坦 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大家做,大家做了 我心里高兴